如今鸿蒙九天仙帝,已由九天仙府少主方如龙接管。 就在八个月前,身为大地境诗一阶的少主,已经登上帝位,成为新的九天仙帝。 九天仙帝登基当日,九天仙界同情,而九天仙帝心情大悦,便下令要毁灭一起之地,让这里所有的仙人统统去死,而本同时来此,便是奉命毁灭一起之地。 九天仙帝真不是人,简直就是畜生,如此多生灵,岂能说杀就杀。 哦,对了,九天仙帝是老狗的儿子,他本来就是畜生。 真击你放肆,若非你长得有些许自色,本同管是现在就杀了你。 还有,我告诉你,现在世道变了,就在九个月前,十元至尊混沌至罪下令,封闭仙界之门,禁止凡间未免的下等人飞升。 但一起之地所有下等人飞升,就再不会有卑贱的下等人飞升,与我等上等仙人共享仙界修炼资源。 世元混沌,你们给我等这。 谭云忽然双拳紧握,心头怒火中烧,而同管时仍旧满脸阴瑟瑟地笑着。 小鸡鸡,本同管时可是冒着抗命的风险,今日前来准备将你借走,然后再毁灭一气之地。 你不是很想报仇吗? 刚好,本同管时看通天仙城城主欧阳短天也很不爽,我可祝你一笔之力。 当然,你若想报仇,若想得到本同管时的助力,那你必须发誓成为本同管时的女人,否则你今日会死。 你真假的仇,永远都报仇,我也不想抢人所难,你今日就做个选择吧,要么做我的女人,要么死。 小子,你也一样,只要你把你的妻子让给本同管时,本同管时可以考虑饶你一命。 在他看来,谭云也好,真姬也罢,必会为了活命而选择同意。 谭云遏制心头怒火,向真姬传音,紧急行事。 真姬传音应声,随即目录哀求。 同管时大人,只要小女子答应你,你真的可以帮我报仇吗? 那是当然,小姬姬,快过来。 奴家遵命。 看着色眯眯张开双手的同管时,真姬流露出一抹女儿家的羞涩,接着一副忐忑不安地朝同管时走了过去。 同管时心情大悦,他早已认定,在真家血海深仇面前,真姬一定会被自己牵着鼻子走。 哥,嫂子,动手。 真姬不动声色传音之后,走到同管时身前的瞬间,右手带起一道血色剑芒便朝其脖子斩了过去。 其速度之快,简直令人咋舌。 血液喷剑断至横飞之中,同管时惨叫出声。 在其躲闪之际,潜意识用左手割挡脖子。 顿时,左手除了大拇指之外,全部都被一剑削掉。 你这个盖色的贱人,你当敢伤我,看我怼住你如何收拾。 伤。 真姬欲比一幅,紫色神顶瞬间爆涨千丈。 整座大殿被撑爆之后,这神顶便朝同管时轰然砸落。 时空换步。 神速兵意识手持长剑,身影瞬间变得透明,仿佛无视时空束缚,一朝同管时杀了过去。 若,这。 谭云传音之间,轩辕柔自废墟中凭空出现,立刻施展临族神通天玄铜剑。 于是乎,成千上万的铜剑在虚空里四面八方朝铜管时射了过去。 此刻,铜管时尚有千丈神顶兜头碾压,四周是天玄铜剑密不透风暴射而来。 而谭云在手持鸿蒙弑神剑的同时,一时布下鸿蒙图神剑阵将陨兴兴仙山环绕其中。 此刻,谭云将成竹府内所有人用一股柔和的束缚之力全部送出了鸿蒙图神剑阵。 该死的三个贱人,本铜管时饶不了你们。 铜管时咆哮出声,谭云寻声望去, 只见浩瀚鸿蒙虚空里,铜管时慌乱之际,体内爆发荒谷气息的骨支帝皇之力。 他右臂一扬,一杆骨支力上品压神器长枪,便一枪挑飞了紫色神顶。 他腾空而起,将长枪射入手中的刹那, 尽管显之有闲躲开施展时空患步持剑杀来的神速兵。 可是仍有三只铜剑没能躲开,从他的胸膛刺入,几乎贴着心脏自其后背洞窜而出。 铜管时嘴角溢出了鲜血,一边痛苦咆哮着,一边挥舞长枪。 他四面八方方圆万丈之内,顿时浮现出了道道长达百丈的骨支帝皇之力枪营。 那漫天枪营,将迸射而来的所有天玄铜剑全部击溃。 没错,就是全部击溃。 不难想象铜管时的实力确实极为深厚。 虚空震颤之中,神速兵犹若时空女神,急速穿梭于枪影间隙之内。 眨眼功夫,他便出现在铜管时头顶上方,一剑斩向其头颅。 几乎同时,以凝聚天玄兵甲天玄兵剑的轩辕柔,义士出现在其身后,拦腰弯折而去。 虚空崩塌中,针机浩万玄斗,紫色神顶绽放万丈紫盲,朝铜管时胸膛撞击而去。 面对三女的围攻,铜管时目鲁气胆。 此刻他才意识到这是针对自己的一场阴谋。 同时,他也清楚三女借由越级挑战的强悍实力。 三个贱人,若只有奔铜管时再次,恐怕还真对付不了你们。 但可惜,你们识算了。 今日你们三个小女儿谁都逃不出我的掌心。 看我抓住你们,如何往撕里揉里,金甲线细给我出来。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